感谢关注 在前苏联解体之后 乌克兰和尔克斯坦瞬间成为世界上 第三大和第四大的核武器大国 仅次于美国俄罗斯 因此核武器成为烫手的赛誉 和尔克斯坦由于自己技术和资金 真的没有能力养活那么多核武器 最终和尔克斯坦放弃了核武器 走上了一条和平利用核能的道路 而乌克兰呢 乌克兰本来瞬间可以成为世界上 第三大核武器大国 但是乌克兰尽管有钱有技术有人 能够养得起自己核武器 但是在美国的忽悠下 西方世界的忽悠下 乌克兰尔最终放弃了核武器 如今乌克兰没有核武器 乌克兰是一个任人在割的国家 这就是乌克兰的结局 都会有点养活 我们可以知道 就是乌克兰尔克兰尔克兰尔克兰